大家好,我是小和 20世纪90年代,在华盛顿州雷蒙德市 有一个叫米歇尔的女人,她非常好客 总是邀请无处可去的亲戚朋友去她家里住 令人不安的是,但凡是进了米歇尔家的人 全都神秘失踪了 直到2003年,米歇尔的三个女儿站了出来 指控他们的母亲谋杀了三个人 一瞬间,涉及虐待、酷刑和死亡的真相 震惊了所有人 这个偏僻的农舍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为什么,在外人眼里热情友好的主妇 关起门后,会变成一个恶毒凶残的疯子呢 一切都可以追溯到米歇尔的童年 米歇尔出生于华盛顿州 父亲是镇上有名的橄榄球明星 几乎每个人都认识他 母亲有着抑郁症和酗酒问题 父母离婚时,他们的小儿子 也就是米歇尔的弟弟,才刚刚出生 由于母亲状态很差 米歇尔的抚养权被交给了父亲 弟弟则因过于年幼被交给了母亲 自此,母亲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 在米歇尔的生活里飘走了 直到1967年春天 洛杉矶陷警局打来电话 称米歇尔母亲在一家破旧的汽车旅馆 被人谋杀 需要人来辨别他的遗体 最好能把他正在抚养的孩子接走 米歇尔父亲不想去接他的儿子 好在米歇尔的继母阻拦劝解 父亲才不情愿地赶到了加州 面认遗体,然后领走了儿子 但令继母吃惊的是 当米歇尔被告知母亲的遭遇时 这个13岁的女孩似乎一点都不悲伤 她几乎没有任何反应 就好像被害的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陌生人 她也从未问起过母亲的事情 不管是母亲生前又或者是死后 此外,米歇尔变得越来越暴躁 爱说谎,比如他会为了不写作业 借口说他弟弟撕了他的课本 有时候他干脆就拒绝上学 米歇尔向来倔强 对不想做的事情他会想尽办法的逃避 但问题在于,随着时间的流逝 米歇尔的捣乱和撒谎行为 逐渐转变为阴暗的复仇 也不知道为什么 米歇尔尤其怨恨他的兄弟姐妹 他认为所有人都欠他的 应该对他言听计从 如果他们不听话 米歇尔就会搞一堆碎玻璃 放进他们的鞋子里 而这里不得不提的一个人 是米歇尔的祖母 他身材高大,四肢发达 体重超过110公斤 也许是体型给了他力量 他对所有的事情都说一不二 不管是米歇尔的父亲还是继母 都不敢挑战祖母的权威 与此相反的是米歇尔的祖父 他个子还小,善良,温和 妻子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 因为妻子不喜欢他住在屋里 他就在厨房后门外的棚子里睡了20多年 米歇尔祖母开着一家疗养院拥有不少女员工 不过从旁人的角度来看 这哪里是员工 简直跟奴隶差不多 在家里,祖母让女员工打扫她的房子 给她洗碗,洗地板,洗脚,洗头发 如果这些员工干事太慢 祖母就会拳打脚踢,或者扯他们的头发 据米歇尔继母所说,有一次她去祖母家里接米歇尔时 看见祖母把一名女员工的头按进了马桶里 反复冲水 祖母身边的每个人都很害怕她 除了小米歇尔 由于学校就在疗养院附近 米歇尔放学后经常去找奶奶玩 而当继母打电话催米歇尔回家时 祖母就会生气地说 继母不懂得养孩子 不知道什么对孩子最好 在祖母看来,只有她最清楚什么对每个人最好 有一次,基姆来接米歇尔回家 发现祖母把米歇尔漂亮的红头发都剪掉了 祖母怒气冲冲地对着基姆说道 既然你没法把她的头发梳整齐 那我就把它剪掉算了 这件事给米歇尔留下了极大的阴影 导致她后来一看到剪刀就会尖叫 但米歇尔把所有的错都怪到了基姆身上 她和奶奶依旧形影不离 即使偶尔会受伤 米歇尔仍然努力扮演着祖母门徒的角色 她就像祖母的影子一样 跟在祖母身后日复一日地关注 模仿她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然后身体力行地告诉祖母 她是一名多么优秀的学生 距离15岁生日还有一个月的时候 米歇尔向相关机构指控父亲信心了她 父亲的脸一瞬间因为愤怒而变得通红 她立刻反驳道 天哪,她疯了吗 她这么诬赖我是为了什么 父亲是商会主席 如果米歇尔的指控留出 她的事业和生活很容易就会被毁掉 晚上,祖母走进了米歇尔的卧室 和往常一样 房间里面乱七八糟 祖母从床下翻出了一本杂志 封面上用醒目的字体写着 15岁的我被爸爸侵犯了 次日,祖母挥舞着杂志冲向了哨馆所 在他们看来 这本杂志充分地说明了米歇尔父亲的无辜 是杂志上的故事给了米歇尔灵感的来源 与此同时,米歇尔的验伤报告出来了 医生证实,米歇尔身上没有任何伤痕 他完好无损,没有被任何人碰过 当晚,少管所的负责人告诉米歇尔父亲 说米歇尔需要一个心理医生 但是,几轮治疗下来 米歇尔仍然没有觉得自己错了 事实上,他都没有承认他编造了所谓的侵犯 他也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指控对父亲的致命性 相反,他很开心把家里搅得焦头烂额 因为他得到了他渴望的关注 一段时间后,休学在家的米歇尔计划会高中上学 但被校长拒绝 校长表示,我们不是不想让你来上课 我们只是不想再有任何麻烦 父母只好让米歇尔先记住在寂寞的父母家中 这里没有人能摸透米歇尔的性格 有时候,他帮家里洗餐具 但最后却把没洗的餐具盘子甚至锅碗瓢盆 都扔到了垃圾桶里 米歇尔心情好的时候 会说他非常喜欢孩子 愿意帮邻居们免费照顾孩子 可这种喜欢没有持续太久 就有传言说 米歇尔会把孩子关在房间里自己出去玩 起初,继母的父母很喜欢米歇尔 但没多久,他们就发现 米歇尔和之前带过的孙辈有些不同 当米歇尔不开心时 他会指控系外祖父猥亵他 令继母感到莫名其妙 继母不明白 米歇尔为什么总是要想发设法的 毁掉别人的生活 那年夏天 继母几乎每天一大半的时间都用来打电话 希望能有学校愿意在秋天开学时 接收米歇尔 可每个学校都拒绝了他 直到很久之后 米歇尔才被一对修女所开的学校接收 但第二学年 两名修女说啥也不让米歇尔回学校了 根据修女的说法 米歇尔经常半夜尖叫着醒来 他偷其他女孩的东西 还把碎玻璃放进同学的鞋子里 继母只好继续帮米歇尔找学校 但米歇尔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的行为 他总是不断地向别人抱怨 说他母亲被谋杀了 父亲虐待他 继母对他很利涩 1971年 十几岁的米歇尔搬到了叔叔家里 开始和当地的男孩兰迪约会 一段时间后 米歇尔回到了华盛顿 却说兰迪和他一起过来 他说 他会劝父亲给兰迪一份工作 还会给兰迪安排一间免费公寓 兰迪心动了 他开车静止投降了米歇尔的怀抱 然而 兰迪很快就意识到了问题 米歇尔一家实在是太着急了 特别是米歇尔的父亲 把他当作失散已久的儿子一样 给他想要的一切 只要他愿意和米歇尔结婚 兰迪作为新郎 反而向着局外人 旁观他们急促地为他张罗婚礼 选择礼服和伴郎 1973年2月 米歇尔和兰迪在教堂结婚 婚后 米歇尔入职了父亲公司 但由于经常迟到矿工 父亲最终解雇了米歇尔 米歇尔随后去了 另一位亲戚家的两岸院工作 不过也没有待多久就被解雇 整日待在家里的米歇尔 既不做饭也不打扫卫生 他时时刻刻都躺着 但嘴却喋喋不休地告诉别人 应该做什么 一段时间后 米歇尔想找父亲要一辆新车 父亲不敢不给他 毕竟许久之前 他谎称被父亲侵犯 几乎让父亲失去了名誉 所以后来 只要米歇尔的要求不太过分 父亲就会立刻付钱 让他开心地远离他们 但话说回来 父亲事业虽然成功 可远远算不上真正的富豪 因此 他最终选择了一辆二手机车 这和米歇尔想要的车完全不同 米歇尔的脸立刻黑了下来 那天晚上 米歇尔喝了一大堆暗眠药和酒精 昏迷不醒 好不容易抢救回来后 米歇尔继续作妖 他不想和丈夫住在寒酸的拖车里 于是 他弄伤了自己 假称在拖车里遭到了袭击 尽管警方后来揭穿了米歇尔的谎言 但米歇尔还是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丈夫兰迪深吸一口气 他此刻终于知道 为什么岳父那么急切地欢迎他了 试想 谁不愿意赶紧把麻烦送到别人手里呢 1975年2月 米歇尔生下了大女儿 他没有任何照顾孩子的经验 兰迪只能承包了大多数的家务 这些火对兰迪来说并不耐 最困扰兰迪的 实际上是米歇尔对他的态度 只有周围有其他人的时候 米歇尔才会把他当个人看 其余时候 兰迪觉得自己就是米歇尔买来的驴 米歇尔只想要他的薪水 而拒绝他的亲近 几周后 兰迪下定决心离婚 无论他多么爱抢宝中的女儿 他都没有办法再和米歇尔待在一起 所有人都对兰迪表示理解 除了米歇尔 米歇尔立刻买下了事件所及的每一样东西 把账单塞给兰迪 然后伪造签名 兑现了兰迪的支票 紧接着 米歇尔就突然失踪了 直到一年后 米歇尔才出现在镇上 从基姆那里 强行接走了大女儿 基姆对大女儿很好 当成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他希望米歇尔能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把孩子交给他 但米歇尔坚定地带走了大女儿 并不断地给大女儿洗脑说 父亲抛弃了他 祖父母 外祖父母都不爱他 米歇尔抱着女儿 一遍遍地说道 只有妈妈最爱你 米歇尔说的当然是假的 很多年后 大女儿在杂物间里 发现了父亲和他那边家人 给他的信件 以及每年的生日和圣诞节礼物标签 原来 米歇尔把这些礼物的标签 都捡了下来 换成了自己送给孩子的礼物 1978年 米歇尔认识了第二任丈夫丹尼 同年8月 米歇尔生下了第二个女儿 这段婚姻和之前的一样 充满了争吵和暴力 每次吵完架后 丹尼都会离家出走 米歇尔会把两个女儿塞进车里 漫无目的地去寻找丹尼 几年后 米歇尔打电话给父亲 说他需要钱来离婚 因为丹尼背叛了他 父亲像往常一样 问也没问 就给了他一笔钱 尽量满足他的所有需求 只求他不要再过来烦他 1982年4月 米歇尔认识了第三任丈夫大卫 大卫是个内向 腼腆的男人 在高中毕业之前 几乎没有和人谈过恋爱 即使后来服了兵役 大卫仍然很害羞 酒吧里 大卫对米歇尔一见钟情 他喝了一口酒 才敢鼓气勇气 邀请米歇尔约会 1987年12月28日 两人结婚 米歇尔的父亲很高兴 他能够进入第三段婚姻 这意味着 米歇尔不会再为了钱而来了 他松了一口气 但米歇尔一边在背后 说父亲的坏话 一边声称自己患有癌症 在父亲面前打癌症牌 希望父亲能继续资助他 与此同时 米歇尔也收紧了 对丈夫大卫的控制 据他大女儿回忆 那段时间 由于没有赚到足够的钱 米歇尔经常把大卫赶出门 逼他拿着枪摆出自杀的姿势 大卫浑身颤抖 站在前廊上无助的哭泣 米歇尔则扯着嗓子 大骂大卫是个毫无价值的丈夫 然后疯狂推他 扇他的巴掌 大卫一动不动 他从来没有反驳 他更不会对米歇尔动手 他所做的事情只有顺从 随着时间的流逝 米歇尔的暴力 开始蔓延到两个年幼的女儿身上 家里的任何东西 都有可能变成武器 抽象孩子和大卫 殴打别人似乎能够让米歇尔兴奋起来 他享受伴随暴力而来的身上限速激增 女儿们根本弄不清楚 母亲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发火 为了以防母亲在隆东 把他们扔到寒冷的院子里 他们不得不学会的穿着凹子睡觉 有一次 不知道什么原因 米歇尔把大女儿推进的衣橱 跳到了女儿身上 拳打脚踢 大女儿哭着道歉 但事实上 她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点燃了母亲 其实大女儿有很多机会 告诉别人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 但她没有 她后来解释说 她从来没有想过要说出来 因为她不想受到关注 也不想让别人觉得她很奇怪 而且也从来没有人问过 当然 月代并不仅仅是身体上的 米歇尔有时候更喜欢和女儿们玩心理游戏 圣诞节前一周 米歇尔把大女儿锁在房间里 贬低她毫无价值 永远不会有任何成就 但圣诞节那天 米歇尔又表现得非常完美 她给孩子买礼物 做大餐 称赞她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孩 可没几天 米歇尔就会从女儿那里 把礼物全部收回 然后继续贬低她们 是个坏重 不值得拿任何东西 另一个圣诞节 米歇尔收回礼物时 发现里面缺少了一个小别针 她大发脾气 差点用电线抽死两个孩子 随着孩子年岁渐长 米歇尔逐渐升级了折磨手段 禁止他们洗澡 两个孩子不得不趁母亲外出时 冲进浴室 快速洗澡 然后擦干地板 墙壁和水龙头 藏起湿毛巾 以防被母亲发现 有时在被殴打之后 二女儿会偷偷地 溜进姐姐的房间 趴在床上 和姐姐一起谈论 屁股有多疼 年幼的二女儿天真地告诉姐姐 真希望我们能把妈妈缩小 把她放进笼子里 这样她就不会打我了 不过说不定 她会爬出来 咬我们的脚踝 虽然背地里 米歇尔经常虐待女儿们 但明面上 米歇尔装的就像是个 万中无一的好妈妈 她精心布置房子 在墙上挂满了女儿的照片 二女儿多年后回忆说 妈妈喜欢挂我们的照片 但我只感觉到诡异 墙上的姐姐微笑着 但现实中 她被打得遍体鳞伤 真是令人又难受又恶心 后来 米歇尔发明了新的方式 她称其为打滚 让大女儿脱掉衣服 从楼梯上滚下去 这是夜间虐待的重要内容 当大女儿虚弱地 躺在楼梯底端时 她的肌肤大卫 会按照母亲的要求 用软管对着她喷水 就像上面所讲的 大卫从不反抗 也不发表意见 她所做的只有顺从 也许是目睹姐姐所受的上 二女儿学会了接受虐待 然后用甜言蜜语 讨好米歇尔 她认为只有这样 站在母亲的战线上 才能避开暴力 因此 即使她深爱姐姐 但她确实 也时不时地打几个小报告 令姐姐遭受皮肉之苦 不过 大女儿从未责怪过妹妹 因为她不希望妹妹 也遭到同样的虐待 而且 如果有妹妹在外面送东西 那么 当她被关禁闭时 她也可以少受一些罪 尽管米歇尔家的虐待事件 频率惊人 但米歇尔的继母后来告诉警方 她几乎没有听到孙女 说米歇尔的坏话 孙女所说的最严重的话 莫过于 妈妈有些奇怪 而米歇尔是个怪人这件事 在家里早就算不上稀奇 1988年中 米歇尔收养了13岁的侄子肖恩 肖恩几乎从未见过流浪的父亲 她母亲也要勿滥用到 自顾不暇 不过 肖恩仍然是个和善的孩子 她叫米歇尔和大卫为爸爸妈妈 感谢他们能给她一个安稳的家 当然 她很快就意识到 这个家和其他家庭的不同之处 据大女儿所说 妈妈使唤肖恩到的极点 肖恩一开始不怎么愿意 但最终还是照着做了 肖恩害怕米歇尔 就和两个女孩一样 为了不惹米歇尔生气 她什么都愿意做 米歇尔的眼睛 也逐渐转移到了肖恩身上 她盯着肖恩做事 提一些稀奇古怪的要求 如果肖恩没有做到 那她当晚就得睡到地下室的地板上 之后 米歇尔更是取消了她的洗澡拳 还只给她一件衣服穿 肖恩很快就从一个酷酷的阳光男孩 变成了一个又臭又油的怪异男孩 此外 米歇尔对裸体有着异常的迷恋 她会让大女儿和肖恩脱掉衣服 在客厅跳舞 这非常匪夷所思 米歇尔的继母后来说 她完全无法理解米歇尔的特殊迷恋 因为小时候 家里的所有人都关着房门换衣服 在孩子们看来 裸的深层意思并非性 而是权力 米歇尔故意用这种方式 剥夺一个人的尊严 贬低他们的价值 并且防止他们逃跑 大女儿后来曾说 她很难寻找到合适的词语 去向别人解释她对母亲的感情 从小她很依赖母亲 因为她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和母亲住在一起 母亲的确会虐待她 但母亲也会在第二天拥抱她 说她是她最爱的孩子 母亲就像个不定时的炸弹 变好几天 然后爆炸 可她没有办法 她必须爱母亲 1988年圣诞节 米歇尔怀孕了 与此同时 她的理发师好友凯西 被美容院解雇 米歇尔顺时邀请她 搬来当住家保姆 帮忙照顾她一家人 1989年6月 米歇尔的第三个女儿出生 家里又多了一张嘴要胃 大卫压力被增 但她对妻子米歇尔 却越来越敬佩 还记得吗 米歇尔曾经撒谎说 自己得了癌症 在大卫眼里 妻子在和癌症战斗的同时 还生下了孩子 简直是前所未有的奇迹 是上帝对他们一家的馈赠 大卫告诉朋友 米歇尔真是世界上 最棒的宝妈 她把宝宝照顾得非常好 但大女儿后来说 当她某次下楼梯时 她亲眼看见 母亲用枕头 捂住了宝宝的脸 此外 家里的新住户凯西 也逐渐意识到了 米歇尔的可怕 她发现自己 不管怎么努力的工作 米歇尔似乎都不满意 米歇尔生气后 还会抓住手边的 任何东西打她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殴打的模式 也在不断升级 有一次 米歇尔抓住凯西的头发 将她摔倒在地 踢她的腹部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凯西出身穷苦人家 父亲早亡 母亲也把凯西 当成工具人使用 当年凯西失业 住在母亲家时 母亲甚至要求她 付房租 所以 凯西对愿意收留 她的米歇尔 十分感谢 她不停地道歉 希望能平息 米歇尔的怒火 殴打结束后 米歇尔盯着凯西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说道 凯西 你知道我爱你 我都是为了你 大女儿甚至已经不记得 凯西做了什么 惹怒米歇尔的事情 导致米歇尔 把凯西踢下了楼梯 还没收了凯西的 个人物品 脱光了她的衣服 逼着她 光着身子做家务 几个孩子 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但他们 早就学会了 一言不发 以免吸引火力 成为新的靶子 凯西疯狂地消瘦 她的牙齿烂了一大半 头发则被米歇尔 剪得乱七八糟 可当两个女孩 试图对凯西伸出援手时 凯西拒绝了 她清楚 如果他们帮了她 那么米歇尔就会把怒火 转移到他们身上 另一边 在极端的暴力下 米歇尔的侄子 萧恩开始策划逃跑 米歇尔不惜一切代价 疯狂找她 就像猎人寻找猎物一样 萧恩最终被找到 被绑在柱子上 进行各种刑罚 然后 米歇尔用温柔的声音说道 萧恩 你真是让我担心死了 我们这么爱你 你以后别再跑了 1992年夏天 米歇尔举家搬到了 更加隐蔽的农舍里面 她告诉孩子们 隐私对我们家来说 非常重要 新的房子里 米歇尔继续着 她那不可预测的虐待行为 每个人都处于 高度戒备状态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她什么时候 就会突然的扇你的巴掌 摇你的胳膊 那要说最惨的 还得是凯西 米歇尔不让凯西洗澡 却嫌弃她臭 某天晚上 米歇尔把漂白剂 倒在了凯西身上 大骂说 你这肮脏的猪 我是在帮你 腐蚀性液体碰触到新旧伤口 凯西疼得哭了起来 米歇尔就用胶带 缠住她的嘴 防止被邻居听到 洗完澡后 米歇尔就像变了个人一样 和善地搂着凯西 说 现在是不是感觉好多了 凯西试图逃跑 某次甚至裸奔出去求救 但总以失败告终 米歇尔把她关进了机舍 想着翻地折磨她 凯西越来越虚弱 她干脆放弃了 1994年7月 凯西在折磨中去世 米歇尔和丈夫大卫 一起挖了个坑 把她焚烧了 火焰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因为他们经常在那里 焚烧垃圾 随后 大卫开车 把骨灰撒进了海里 米歇尔告诉孩子们 凯西自杀了 孩子们自然不相信这个谎话 没有人会花五年的时间自杀 米歇尔也很快意识到 这个谎话的漏洞 于是 她更改了说法 称凯西和别人私奔了 但是 米歇尔不相信 侄子肖恩会保密 她清楚肖恩的秉性 只要有机会 肖恩一定会逃跑 然后把谋杀的事情 公之于众 而且 米歇尔意外得知 肖恩拍了几张 关于凯西受虐的照片 为了找到照片 米歇尔差点把房子都拆了 1995年2月 米歇尔带着丈夫 把肖恩困在了柴棚里 随后 里面传出了凄厉的喊叫声 但米歇尔仍然不放心 她要让肖恩带着秘密 彻底消失 于是 在某天晚上 大卫朝着肖恩的后脑勺 扣动了扳机 把遗体放进了睡袋里焚烧 再把灰烬扔进了海里 然后 米歇尔告诉女孩们 肖恩跑掉了 如果有人问她去了哪里 你们就说她去了加利福尼亚州 大女儿立刻意识到 肖恩被害了 可是她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 没有了人吸引火力 米歇尔的怒气和暴力 又回到了两个女儿身上 姐妹俩吃了很多有毒的浆果 试图自杀 但是只让她们呕吐 腹泻了一星期 好在随着时间的流逝 大女儿变得越来越强壮 米歇尔开始打破她了 于是 米歇尔想办法 把大女儿送到了亲戚家 1997年夏天 高中毕业的最后几个月里 二女儿策划了逃亡 她带着所有东西 跑到了华盛顿州北部 和季外祖母待在一起 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之一 到目前为止 两个孩子都逃脱了米歇尔的控制 米歇尔只能把注意力 转向了第三个女儿 不到一周时间 三女儿的屁股就被打得青红相间 米歇尔逼着三女儿剪去了长发 并再三给她洗脑说 她的两个姐姐都是世界上最坏的人 只有妈妈才最爱她 2000年 米歇尔认识了新的猎物 57岁的罗纳德 罗纳德算是个流浪汉 她失去了父亲 疏远了母亲 丢掉了伴侣 米歇尔热情地邀请她和她同住 帮她照顾年幼的三女儿 当然 罗纳德没多久就见识到了米歇尔的暴力 米歇尔首先逼迫她干活 接着不让她洗澡 最后就是愈演愈烈的殴打和虐待 和之前的肖恩一样 罗纳德也多次尝试逃跑 但她每次都走不了太远就被抓住了 她无处可去 米歇尔似乎长了双鹰的眼睛 一眼就能看到她躲在了哪里 2001年9月 米歇尔一家的经济走向了尽头 米歇尔的造假把戏 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丈夫大卫不得不预支工资 以为是家里的各种花销 米歇尔的暴力也在进一步升级 她殴打罗纳德 抽她的巴掌 掐她 咬她 罗纳德只穿着内裤站在门廊上 身体僵硬 眼神呆滞 按照米歇尔的要求 她双手猛抽自己的脸 然后不断地道歉说 对不起 亲爱的米歇尔 彻底拿捏住罗纳德之后 米歇尔把目光放到了81岁的老兵 詹姆斯身上 她心心照顾了詹姆斯一段时间 称赞詹姆斯就像她的父亲一样亲切 不过意外来得非常快 2002年2月9日 就在詹姆斯把财产委托给米歇尔不久后 詹姆斯突然去世 没有人知道她是怎么死的 米歇尔对此含糊起辞 只说詹姆斯摔倒 撞到了头 验尸观办公室确认詹姆斯 死于头部撞击的急性硬膜下血种 没有进行下一步的调查 就这样 米歇尔顺理成章地继承了詹姆斯的所有遗产 她的手头现金重新宽裕起来 米歇尔拿到了全部的好处 但她把詹姆斯的死 却归咎到了罗纳德身上 她告诉三女 是罗纳德杀了詹姆斯 她是个杀人犯 我们不能和杀人犯生活在一起 三女此时已经十多岁了 她根本不相信米歇尔所说的 因为她从未看到过罗纳德伤害任何人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罗纳德自己开始同意米歇尔的观点 她说 你说的对 是我杀了她 求你了米歇尔 别再说出来了 2002年5月 米歇尔大女儿在俄勒冈州结婚 她没有邀请母亲 或者说 母亲都不清楚她要结婚了 二女儿偷偷地跑过去 参加了姐姐的婚礼 另一边 在接管了去世的詹姆斯的房子后 米歇尔继续斥责罗纳德是个杀人犯 2002年夏天 罗纳德的精神已经差到了极点 她变得神志不清 语无伦次 自从两个稍大点的女儿逃离家庭后 最清楚米歇尔所作所为的 只有三女儿 但她人和两个姐姐一样 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家里发生的事情 不是因为她不想说 而是她害怕惹怒母亲 造成可怕的后果 三女儿认为 在某种程度上 只有当别人受苦时 母亲才会高兴 2003年春天的某个晚上 三女儿闻到了医生中 闻过的最难闻的味道 就像是漂白剂 和腐烂的肉混合起来的气味 米歇尔烧了一锅热水 加入了大量的漂白剂 然后把伤痕累累的罗纳德放了进去 这天之后 罗纳德再也没有站起来过 她的双腿被包得像个木乃衣 但她从未抱怨过 因为她已经无法讲话了 同年夏天 罗纳德去世 米歇尔告诉丈夫大卫 他们必须把罗纳德处理掉 否则她身上各种各样的伤口 就会被人发现 大卫丝毫没有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她后来告诉警方 我非常爱米歇尔 她不可能虐待任何人 她只是害怕未知的事物 她担心一切 她全都是为了照顾家里人 我根本看不出来她错在了哪里 罗纳德下葬后 米歇尔叮嘱三女 如果警察来了 你就说罗纳德搬走了 去了塔克马 三女同意了 最后的几天里 米歇尔对三女的态度 肉眼可见的便和善了 她做了美味的饭菜 不再强迫三女脱衣服 然而没多久 美好的时光就结束了 由于没有把狗窝打扫到母亲满意 母亲就让三女爬进去 然后上锁打开软管 对着铁笼子里的三女疯狂喷水 2003年7月 三女被她的两个姐姐 接到了西雅图玩耍 三个女孩子在一起 回忆她们曾经遭受过的虐待 她们此刻才明白 原来米歇尔一直在三女面前抹黑姐姐 导致三女以为 受苦的只有她 所以不敢向姐姐诉苦 害怕姐姐们都不愿意支持她 三女随后告诉了姐姐离开家后 家里发生了一切 包括罗纳德去世的真相 大女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妹妹离开那里 事实上 多年来 大女联系了警方很多次 但由于证据不足 均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现在 只有让三女返回魔窟 找到证据 才能确保指控成功 2003年8月 三女回到家里 寻找罗纳德被害的证据 几小时后 她找到了一堆属于罗纳德的个人物品 8月6日 警方按照计划登门 三女悄悄地在警察耳边说 你得拿到搜查令后再回来 我在鸡舍里藏了些东西 有罗纳德的衣服和母亲给我们吃的药丸 米歇尔夫妻俩随后被带到警局问话 几分钟后 大卫先崩溃了 她与乌伦次地交代了罗纳德被埋的地方 以及凯西、肖恩被害的过程 2004年2月 大卫认罪 承认谋杀肖恩 以及非法处理人类骸骨 但大卫坚称 他不会帮助警方起诉妻子米歇尔 最终 大卫被判15年监禁 4个月后 米歇尔认罪 签署了变速交易 法官以二级谋杀罪和过失杀人罪 判处米歇尔22年监禁 2016年 大卫从监狱获食 供职于一家海鲜加工厂 2012年11月8日 68岁的米歇尔获食 这引起了社区居民的愤怒 但米歇尔仍坚称无辜 声称他被迫认罪 三个女孩设法和父亲大卫 恢复了联系 有时候 他们还会和父亲一起过生诞节 但他们都表示 不想再和母亲米歇尔有任何关系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再见的全部过程 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